它屋子上的灰素 很漂亮 上面還有五輪泉土幾個字 這裡是山門村的山門大宗祠 在這一座宗祠裡面 還有一件鄭村之寶 清代的雕花工藝品神教 但後來被賊人盜竊走了 不知道有沒有找回來 我到的地方是 攀魚區的山門村 就像剛剛遇到的那個大哥說的 哎呀女孩子怎麼會對宗祠感興趣啊 其實我不是對那兩座宗祠有興趣啦 我只是看到它是老房子 然後順便要想找一找我想找的 找到了就在旁邊 我其實想拍的是前邊 這一棟黃色的房子 它是當年里朗基的住所 之前有拍過李府群在 攀魚市橋的豪華辦公大樓群圓 只可惜呢不能進去參觀 後來聽說在他的家鄉 攀魚山門村 還保留著他當年為自己建造的群爐 也就是他的住所 有大屋和洋樓 所以特地過來看一看 一眼望過來呢 左右兩座的顏色和樣式雖然不同 但是都具有明顯的民國特徵 這兩座樓的頂上 當年還有一條連廊是彼此相通的 後來拆掉了 現在呢這裡已經修繕一新 是山門村的村委會所在地 資料上呢就是十四十二兩座都是他的住所 十四號呢就是青磚的這一座不要傳統 十二號呢明顯有主樓的風範 更加的陽氣 而且黃色是民國那個時期啊 廣州很多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很喜歡在蓋房子的時候選用的顏色 竹節管那個時候 這些舊房子竹節的落水管 一整根都完整哦 他連房子一起保存下來 這個窗路上的青磚呢我就有個疑問 你看這個明顯是後來補上去的 我原來也以為可能是翻修的時候 然後重新遮蓋了 重新補上去 直到我看到了這個窗路上的這些青磚 他就是原來的呀 我猜哦 可能在建好房子之後呢 你兩隻覺得這個窗是很漂亮 但是呢不安全呀 會有責人爬進去或者是隱私呢 就會被人窺探到 你看他後面這座房子很漂亮 所以呢 就又把它這樣子用青磚封堵起來 讓人們呢就一眼不可以看到裏面 側門 現在是一個鐵門 那一扇鐵門 上面原來是也有字的 那不知道寫是什麼 這已經是被麻掉了 還好呢 我透過這個 他開的這個窗口 這個小口 看到裏面 他的柱頭 哇很漂亮 然後拍到了一部分 老屋的樣子 他那個窗簷三角形的 真的很美 雖然李甫群在歷史上的角色 已經蓋棺定論了 他從賭徒到沙匪 到眾人懼怕的士僑皇帝 摘到人人喊打的漢奸 稱得上是跌宕起伏 但他的多處建築 還得以意外的保留下來 算得像是一個幸運 那我猜呢 後邊的部分可能是他媽媽住的 然後呢 比較現代洋氣的黃色這部分 那就是他住的 那是主樓 而在旁邊的這一座 青磚的樓 我猜呢 會不會是他的太太住的 就是女眷住的 我又走到樓的前面來看 仔細看呢 有 我覺得我剛剛猜測是對的 黃色的主樓 那麼是李朗基本人住的 而在旁邊這一座青磚的樓 那你看 它最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 它有兩個陽台啊 這兩個陽台就應該就是以前 很多大貨人家蓋的那個小姐樓 所以是女眷住的地方 這裡是茶東村 潘漁的茶東村 這條街叫樓街 一面是北巷 一面是南巷 那麼在南巷這條巷子裡面進去啊 藏著一間非常漂亮的民國的老房子 而且它還很有故事 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距離山門村大概六七公里的茶東村 這裡呢要看另外一座建築 為什麼要把它和群儒一起來拍呢 因為兩座樓的主人曾經呢 產生過一個很大的過節 俗話說就是結下兩子了齁 這座樓呢它叫做進修堂 不是廣耀進修堂喔 它很漂亮很少有人進去過 為什麼呢?因為它一直都不開門 我今天能不能看一看呢? 先去先走到去了再說 這個進修堂稱得上是村裡的一處秘密花園 它建於1935年 主人姓曹,叫曹徽林 八十多年前 是當地的一位風雲人物 而更令人稱奇的是 在花園裡啊 聽說還有主人的墓碑 之所以取名進修堂 則是取義於敬老尊賢 修身解己的意思 我一直走到它圍牆的這個後面 奢望可以有一點點的高度可以望進去 但是主人家更周全 你看 它把它整個圍得可以說是滴水不漏了 而且這個墻那麼高 像我這樣升高的 那真的是 往常心探啊 在還沒有見進修堂之前 樓主就是當地一位很有權有勢的人物 據說呀 他還與到十樓村打劫的李府群大動過干戈 因而呢 結下了很深的仇怨 但也很可惜的就是 進修堂呢 本是他為自己特意建造的大宅 但是樓還沒有完工 他就因病去世了 在那一個動盪的年代 家人也很擔心 他離世後 仇家會上門尋仇 於是對外封鎖消息 還把棺木暫存了一段時間 這便是墓碑的由來 當然 除了樓本身這一段神秘色彩之外 吸引到很多文保愛好者 悄悄前來尋蹤的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 則是因為樓本身氣勢恢弘 非常的精美 設計者 是當年很有名的一位南海設計師 整座樓分為前後兩棟 既有嶺南古韻 又有抑鬱風情 不但樓的外觀大氣華麗 內部城設更是別有洞天 雖然樓主的後人已經移居香港多年 但對這一處老建築 還是刻意的保持低調 不但建了高高的圍牆 還弄了秘密的鐵柵欄 讓我們只能在牆外 網樓心探了